青灰色的玻璃木墙像马道一样攀升的坡道 近日位于南京中华门东侧的南京城墙博物馆试开放运营 全景展现了南京城墙的历史文化及遗产价值 南京城墙博物馆在中华门瓮城东面 城墙根下 它宛如中华门瓮城的镜像 谦虚低调又有泪涵 南京城墙博物馆从设计思想 铸成技术 遗产传承等五个方面 展示各类精品文物 免签五百多件套 融合文物实物 场景复原 数字沙盘 多媒体展示及观众互动等多种形式 多维度展示南京城墙厚重的文化内涵 我们博物馆征集了两千五百多件文物 除了现在看到的城砖之外 还有手冲 扶朗机等等一些战争用的武器 在整个博物馆的设计理念当中 我们把城墙的设计背景 城墙的防御措施都放在了我们博物馆的展列里面 南京城墙博物馆与对面的中华门遥相呼应 采用了三段反向攀升的马道设计 寓意着马道成功 说到展品 城墙砖是展厅中的主角 在旷市成员展厅 有七百多块名城砖组成的一排排 城砖举阵 布满四面墙壁 他们向书架上摆放整齐的书籍 等待游客阅读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京城墙博物馆的网红打卡点 城砖举阵 在这里为我们展出了七百多块 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城砖 分别有各个省份造的城砖 不同书法的城砖 以及来自不同部门造的城砖 细细看去 每一块城砖上都有名文 红武元年 提调 总甲 甲手 摇将 这些名文也成为了解城砖烧灶情况的第一手资料 从中可以试读出 当时城砖的烧灶采用了最严格的责任制 产地 单位 烧灶工程负责人 摇将的名字都必须刻在城砖上 以便有据可查 我们现在看到的福东海 瘦南山 比喻了福如东海 瘦比南山的吉祥寓意 以及我们这边看到的造砖人夫刘德华 他与我们的四大天王刘德华重名了 如果有机会呢 我们希望刘德华可以来这边看一下 六百五十多年前 跟他一样名字的明朝造砖人夫 镜头前的这件大块头展品颇有来头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砖窑 是从江西的黎川运过来的 整个砖窑是一个椭圆形 形似大馒头 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馒头窑 这个江西的黎川窑呢 是明朝早期造砖时候砖窑的代表 在当时呢 这种砖窑有不计其数 大大小小的 大部分都在水边 此外 管列的四重成员沙盘再现了 明初南京城的宏大规模 生动护养了当时的城门 宫殿 楼宇等各类建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